燕日松老师1936年出生于复理 他自幼就热爱文学 年轻的时候写散文写诗 在花莲诗专毕业之后 服务教育界将近40年 而1993年他从花岗国中退休 并以客家文学写作当作职制 一年出版一本客家诗集 同时还继续在教育界和艺文界做播种的工作 燕日松表示 这次把毕生的心血文学作品和相关的手稿等珍贵文物 捐给了复理箱 是因为他对复理这片土地有着深厚情感 燕日松老师1936年生于复理箱 从小就热爱文学 年轻时写散文写诗 花莲诗专毕业 服务教育界将近40年 1993年从花岗国中退休 就以客家文学写作为职制 平均一年出版一本客家诗集 并且继续在教育界以及文艺界做播种的工作 谢日松说 这次会将毕生心血文学的作品 以及相关手稿等珍贵文物捐赠给复理箱 是因为对复理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 最难以忘怀的回忆就是复理的土地 现在我的作品不管是歌词音乐 都已经从台湾复理台湾 那个已经流传到国外去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作品 我都能把珍贵的把它收集起来 把大概包括很多的著作 四五十本的著作 除非是另外一个结盘以外 有五十多本的著作 那么还有影音档的资料 还有诗选等等 大概有一百多点 乡长江东传表示 非常感谢叶日松老师 也替复理人感到非常的骄傲 并且会将作品珍藏在相公所 近期将会公开展示的日期 叶老师的相关的著作 我们复理家会很珍贵的 珍藏的把它保管起来 也会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展示 所以相关的细节部分的话 我们来跟叶老师 在做一个进一步的接触 然后到之后 在短暂的时间之内 展示给所有的乡亲来 来看他的著作 叶日松期望在人生有限的岁月里 为故乡贡献绵薄之力 更希望能够将毕生作品 在复理乡举办展览 让所有喜爱文学的民众都能贡赏 进而打开复理乡的国际知名度 记者高双双复理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放